疫情的最新發展 今天沒有宣稱的本土個案 不會有兩例境外移入 是來自於菲律賓入境的 另外關於確診的案89的接觸者 案908他的相關毒機 也在今天稍早指揮中心做了說明 來看 908 908案 908案的相關的一個路徑 那基本上我還是要強調在他 在接在26號的晚上 就居家隔離 然後到1月29號 驗出來 那其實在這三天他在有可傳染期 我們定義裡面的可傳染期 是都在居家隔離中 但是我們還是為了讓大家能夠 放心起見 所以我們把前兩天的一個路徑 也在這裡做一點宣布 在1月25號 主要是一個下午的時間 那在九份老街 跟阿妹茶樓 就是瑞芳區 在阿妹茶樓 那1月26號中午在 餃子樓中樓是桃園市的龜山區 然後在1點35到2點35在佛光山的 寶塔市 然後3點到3點45是永福金寶塔 這些都是去參拜跟拜拜 那4點到5點15在大溪老街 那主要到郵寄百年郵飯 你應該是吃這個時間 就是大概是下午那個時間 在百年郵飯 大家也有吃東西 大概就這幾個 那不過我還是要強調這個已經在傳染期 之前 那不過我們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 提醒大家注意 昨天大家比較關心的 比較多關心的在 在看診的時候相關的問題 那等於是這個案子裡面 在1月23日上午看診 那我們就原匡列了 相關的寬列了 那可能的那個時間 儘可能把它寬列了 那把所有的相關的 可能在那個時間在同一個地方的人 都 都把它 應該是說 居家隔離了 都已經把它居家隔離了 然後因為那天上午看診 下午是沒有看診 那晚上就已經全面消毒了 所以這裡面是該被警示的人 都已經全部列為居家管理 好 居家隔離 那場地環境有風險的話 那天下午也都完全都消毒過了 那第二天又再消毒過一次 所以不管是需要被警示的人都已經 列入我們的管理內 那環境也都消毒過了 所以基於這樣的理由 那我們就沒有在防疫上面 沒有公布的一個必要性 好 看到了案908 她是陪母親去看診 結果不幸染疫 而且時間就只有20分鐘 來看908她到醫院去看診的時候 因為陪母親去看診了 結果確診的案889其實就曾經在同一個後診區 這樣兩個人接觸的時間其實算一算就只有20多分鐘就染疫了 不過目前案908都沒有症狀 不過因為這個案件 所以疫情指揮中心就擴大來匡列了病患還有陪病者 同時看到有認為醫師就覺得應該是要公布醫院的名稱 讓大家能夠提高防疫 專家認為有可能冬天的病毒存活的時間久飛沫或接觸傳染都有可能 同時也傳出了案908曾經到宜蘭旅遊 衛生局澄清那是在接觸案889之前 所以大家不必過度恐慌 再報桃園另一家醫院陪病者染疫周邊市場大規模消毒 確診的案908陪母親到桃園另一家醫院看診 共處20多分鐘就被案889感染 外界關注接觸對象是否擴大匡列 因為908這個事件確診之後 我們有在擴大 就是針對1月18跟1月23號 他後診時候的那天上午的所有全部的這個後診病人 再加上他的陪病家屬 這個我們都會再繼續匡列 案908在23號陪母親就醫 母親採檢陰性 案908在後診室接觸到案889短短20多分鐘 如果雙方都戴著口罩 感染的關鍵又有可能是哪些途徑 敲動病毒存在環境更久 除了飛沫也不排除可能是病毒污染到環境 造成案908接觸傳染 現在又傳出案908曾經在21號到過宜蘭 像是三星鄉旅遊用餐 宜蘭市吃晚餐 宜蘭市衛生局澄清 案908是在23號才跟案889接觸 21號到宜蘭完也是在接觸前 大家不必恐慌 而另一名值得關注的是台田女列車長 也跟案889 案908同一家醫院就診 衛生單位已經通知她隔離 到底為什麼案908陪母親看診 母親沒有感染她卻染疫 是否有接觸不特定對象的足跡 必須對外公布 或是進一步的疫調 都有待指揮中心調查釐清 市面首調查釐清 焦不染 俸 現在 ient 把 我 佩 英 我在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